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则震撼中国的重磅新闻 揭示当前局势的惊人变化 首先 习近平启程访俄之际 北京突然宣布实弹军演 这是巧合 还是有深意 习近平此行将如何影响中俄关系和国际格局 紧接着 前美国国务卿赖斯对习近平的策略提出了惊人见解 他的警告是否会改变美国的对中共政策 赖斯究竟说了什么 让华盛顿决策圈为之震动 最后 我们将揭露中国一处令人不寒而栗的最黑暗之地 一名女研究生在同一片区域离奇轻生 与之前另一起男研究生案件惊人相似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可怕的秘密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主频道热点直击 今天是10月22号 星期二 我是李小宇 精彩内容 不要错过 别忘了点赞订阅和留言 并打开小铃铛 选全部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大新闻背后的真相 习近平上路访俄 北京突宣布实弹军演 习近平将于10月22至24日赴俄罗斯喀山出席金庄国家领导人峰会 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表示 习近平出席金庄国家领导人第16次会晤期间 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丁将就双边关系 各领域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继续行稳志愿 取得更大发展 美国之音报道 北京10月21日宣布 将于当地时间10月22日上午9点至下午1点 在福建省福州市平潭县牛山岛沿海展开实弹射击演习 并禁止所有船舶进入相关海域 这一公告发布之际 正指每家军舰联合穿越台湾海峡 引发了中共政府的强烈反应 福建平潭海事局在宣布星期二的实弹射击活动时 公布了四个连线点的经纬度 并禁止一切船舶驶入此一连线区域 牛山岛是中共大陆与台湾本岛最接近之处 台湾媒体上报说 牛山岛与新竹市南辽宇港相距只有119公里 联合报的报道说 牛山岛与台北市直线距离约165公里 岛上设有牛山岛灯塔 是进出台湾海峡船舶重要的驻航标志之一 中华民国国防部指出 该项活动为共军年度例行演训 国防部密切掌握 行政院长卓榮泰说 这不仅破坏区域和平稳定 也会引起不必要的紧张 不过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 墨剑上星期在共军演习后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他并不认为中共觉得 他已经做好对台湾使用武力的准备 墨剑说 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来为中共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令人害怕的部分是 我尝试要理解习近平在想什么 但我完全没有概念 他在想什么 如果我是习近平 我现在会严重疑虑 他并不认为他的军队已经准备好这么做了 他认为当习近平看着这一切 他会想说 我们能成功吗 我们能做到吗 他表示 这就是习近平要求进行这些演习的原因 台湾远景基金会执行长赖一中认为 中共的演习距离台湾越来越近 也可以解读为从隔离到封锁这种形态 就是共军演练的重点 而这也是台湾必须应对的一个问题 看破习近平 他一语惊醒梦中人 莱斯是前总统小布什政府时的国务卿 及白宫国安顾问 先任职于智库胡佛研究所 他稍早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以孤立主义的危险 世界需要美国 美国也仍需要世界为题撰文指出 在华府这边的讨论涉及如何下阻中共侵略台湾 但北京可能封锁这座岛屿 或者夺下台湾周边的无人小岛 切断海底电缆 或发动大规模网工 莱斯接受同为胡佛研究所研究员 罗宾森主持的访谈 对谈围绕近期于莱斯的专闻 除谈论中俄与伊朗等强权构成的复杂威胁 期间两人也谈到中共可能侵台 莱斯表示 有件事一直令他忧心 同时他与同僚在胡佛研究所 也试图对此有所作为 即国防部与华府的想法非常僵化 认为中共将以两棲登陆形式侵台 美国军方对此看作更大规模的 二战诺曼地登陆行动 然而他认为 中共还有其他许多选项可以对付台湾 因为北京不必占领台湾 他们只需改变台湾政治 直到台湾看起来像香港 莱斯以香港为例 谈到香港从英国统治回归中国时 谈好一国两制 如今却已变成一国一制 因此他认为中共会对台湾采取的行动 就是试图施加非常大的压力 让台湾出现非常亲中共的政府 接着缓慢但实质地侵蚀台湾的独立性 中国最黑暗地方 女研究生与他一样 在同一片区离奇轻生 湖南长沙湘雅二医院医生刘祥峰被查后 甘愿许多黑幕陆续曝光 有实习生父母控诉 而自今年5月离奇坠楼 电脑中发现 举报医院活摘器官的材料 怀疑儿子的死与此有关 日前一对老年夫妇手持身份证 在网上发视频举报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非法组织学生 获取买卖人体器官 他们自称是该院 肾移植科研究生罗帅宇的父母 儿子今年5月8日 突然在宿舍楼坠楼身亡 他们怀疑 儿子是因为举报医院 非法组织获取并买卖人体器官 而遭受打击迫害 因为家人查看儿子生前使用的电脑时 发现大量举报刘祥峰 与相关医生 非法获取和买卖人体器官的举报材料 手机录音和大量文字资料 此外 还有微信记录显示 该医院医生通过包括罗帅宇 在内的近百名学生的账户转账 收取巨额不正当经济利益 总额高达4000万人民币 录音还显示 多名医生勾结下游道士人员 安排无证研究生 大量非法获取和买卖人体器官 其中包括 刘祥峰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 割取患者小肠 用于肠管移植手术 爆料指 该医院急诊科 有时等待急救处理的患者 多达十几人 但只有一名值班医生 这些患者见不到家属 他们的命运如何 全看值班医生的良心 该院医治科将急诊科 称为停尸房 新唐人在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网站 可以搜到中南大学罗帅宇 发表论文的记录 论文标题为 不同类型排斥反应受者谢常规 及外周血淋巴细胞亚群特征性变化 内容与肾移植有关 截图显示 罗帅宇负责该论文的数据收集和分析 被称为恶魔医生的刘祥峰 已于2022年8月落马被查 许多网民认为 罗帅宇今年离奇坠楼 说明刘祥峰背后的保护伞还在 还有网民暗示 活摘器官的保护伞就是中共体制 此前罗帅宇的家属就在网上持续举报多时 但无人问津 有疑似涉事医院内部人士爆料 以前院内医生就曾多次在医院内部举报 但院方不予回应 还有人爆料 今年2月 还有一名女研究生与罗帅宇一样 在同一片区离奇自杀身亡 而且手机和电脑里也恢复出一系列举报材料 目前中共官方依然对相关举报没有任何回应 在大陆抖音等平台上 大量网民转发罗帅宇父母及其他人员的举报 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网民们将罗帅宇称为英雄 呼吁处理恶魔医院以及背后的利益链 海外X平台上 网民纷纷留言 邪恶无比 中国的器官交易所最邪恶的市场 也是中国最黑暗的地方 每一个器官移植背后 都有一条鲜活的人命 这个以后一定会被清算 当中共的权力没有约束 官员们的罪恶就没有尽头 只要配行成功 就活不成 活不见人 死无见尸 今天副频道的视频是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三则劲爆新闻 揭示中国当前局势的最新动向 首先 习近平视察火箭军 央视播出五分钟视察影片 展示了东风R-6导弹 这次视察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两大意图 是军事战略的调整 还是政治权力的巩固 接着我们将关注广东一场特殊的白纸运动 议后人员举白纸罢工讨薪 这是否预示着新一轮社会运动即将爆发 他们的诉求能否得到回应 最后 福建福州机场突然出现大面积航班被降现象 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 是单纯的天气原因 还是有其他不为人知的隐情 您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观看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的频道 让您的亲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温层 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决策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 通知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支持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